纽西兰天灾不断 热带气旋加布里埃尔刚刚离开 库克海峡今天又发生5.7级地震 首都惠灵顿有明显震感 持续摇晃了十几二十秒 暂时还没有重大伤亡和破坏的报告 至于在北岛的风灾 目前已经夺走四条人命 救援单位今天进入断联地区 展开终极搜秀 所有四名死者都是在北岛东海岸被发现 当中包括一名被淹没的孩童 一名消整员和一名妇女也在土崩中死亡 截至今天中午还有1442人失联 可是当局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断电和通讯系统受到影响 相信很快就能联络上大多数人 但确实有几个失踪灾民的情况令人担忧 当地媒体报道 北岛断电的建筑物大约四成已经恢复电力 可是还有大约14万所房屋没有电流供应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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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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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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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